活动现场 演员与社区大妈组成搭档总秀 看着一个个打扮成这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个村里举行的服装大赛呢 而在随后的环节中 现场大叶大妈化身苗朴的父母 要求贺子明等男演员 释出浑身解数来讨得这些老人家的环心 一番比拼下来胜负难分 比完才华 男演员们又比起对老婆的细心程度 贺子明将出起对妻子和解的照顾 一番话让现场的大爷大妈大声娇好 2014年7月 贺子明和解的儿子出生 而不到一年如今和解又怀孕 不过相比于第一胎的顺利降生 如今和解的状态却是令贺子明相当担忧 他之前就是参加那个语心共我 就是妖精盘读书犯了 然后就很严重 现在呢 这个翻身都很困难 在家里 我都尽量让他不动 现在我没跟你说 说让他彻底静止吗 真是彻底静止 不报点评 做母亲不容易 而能做到贺子明这样也不容易啊 却装大赛呢 而在随后的环节中 现场大爷大妈化身苗朴的父母 要求贺子明等男业员释出浑身解数 来讨得这些老人家的环心 而不到一年如今和解又怀孕 不过相比于第一胎的顺利降生 如今和解的状态却是令贺子明相当担忧 活动现场 演员与社区大妈组成搭档总秀 看着一个个打扮成这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个村里举行的 一番比拼下来胜负难分 比完才华 男演员们又比起对老婆的细心程度 贺子明讲述起对妻子和解的照顾 一番话让现场的大爷大妈大声娇好 干活啊 收拾屋子啊 洗碗做饭的都是我 我就说一件事 你们就知道了 我媳妇怀孕 半年每天我给她洗脚 2014年基业 贺子明和解的儿子出现了